华联县美轮国中与青少年纯洁协会合作 15号期举办围棋四天的梦想起飞赔丽营 而营队活动18号的结业是 足球队员分享在营队的成长心得 也期盼让学生从活动当中学习情绪管理 认识两性关系以及进行冥想等 进而提升自信心以及赛场的抗压力 我觉得要让一个职业主持人要先 那种的努力加强还有制律 然后可能以后如果去国外发展 Q到错所有 会不会别人取消或者是环境的影响 但是我永远会相信自己的选择 勇敢的去做 如果做的里面不好 我会努力的去补向 老师跟我们看那个菜花的影片的时候 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觉得很可怕 然后就是他让我们知道 就是未成年不要乱 不要乱做信息 我第二天教的是情绪教育 因为我情绪也比较暴躁之类的 然后老师教我什么 不知情绪表明的暴躁 学习在球场上的情绪控管 也认识两性的关系 18日的节夜分享 美轮国中足球队员分享梦想起飞 裴力盈为期四天的赢队心得 美轮国中足球队向来是足球场上的常胜军 今年还夺下HFL国中甲级冠军 七度封王 为了让学生保持专注 耐得助高压 美轮国中第三年和青少年纯洁协会合作 办理素养导向的反毒教育 生活技能赔力的梦想起飞 赔力盈 第二个怎么样呢 不走心 是不是这样子 第三个我们要怎么样呢 关注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看到 我们这24小时的课程里面 我非常谢谢纯洁运动协会 带给各位同学这样的一个能力 但是校长也期待你们 我们这11位同学 你们不是只有梦想起飞 你们从现在开始 你们要培养自己是未来的领袖 在今年的课程 我们特别加强了在情绪教育这方面的课程 那我们除了有所谓静坐冥想 有持续在进行之外 加了很多对情绪的认识 包含情绪ABC的理论 情绪红绿等等 那同学在这个部分都有觉得很多的收获 在他们比赛的过程 或是他们平常相处的过程 他们都会觉得说他们情绪的起步 很需要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情绪的调节 情绪的管理 我们也在课程当中也做了 情感教育跟性教育 因为在青春期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对异性对性都有很多好奇 有很多疑问 那我们通过预防性的 或是来解答他们的疑惑 所以他们在情感教育在性教育方面 也学习到很多观念或是很多知识 四天营队安排生命家庭情感情绪及品格教育等 并透过实作体验 让学生将所学内化成为带得走的能力 球场瞬息万变 学习保持专注耐助高压 透过赢队 希望让球员们练习尽心 学习自我觉察 节夜市这天并颁发奖项 肯定每位球员期间的用心学习 也期盼各自朝着自己梦想起飞迈进 记者长方眼华女士报导 香港人永远大夫 香港人永远在新闻 香港人永远导 中文字幕 永远